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我是头条主播欧阳真知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他雄才伟劣13岁继位 22岁清政 罢黜吕不韦 总揽大权 随后开始他统一六国的步伐 他用时17年就统一全国 结束了战国时代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秦 既然秦始皇如此厉害 按道理说虎父无犬子 那为什么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大秦帝国 只传到第二世就灭亡了呢 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他的灭亡只用了短短的14年 如果我们非要找一个原因解释 为什么秦朝这么快就灭亡了 那这个背锅侠一般就被认为是 秦二世皇帝胡汉 秦二世胡汉在秦始皇的众多儿子中 本是最为资质平平的一个 继承秦始皇皇位的 本来应该是公子扶苏 读过《陈设世家》的观众都知道 里面有一句 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很多关于秦朝历史的观点都认为 扶苏能够任用贤能 肯定会扶持一批有能之士 帮助秦朝繁荣 也不会让赵高等奸臣当道 但可惜的是 秦始皇死后 赵高和李斯却篡改秦始皇遗诏 使得本该属于扶苏的皇位 让胡汉抢走 最终扶苏落得惨死的下场 猛将制裁蒙田也惨遭杀害 那么秦朝的灭亡 真的是因为秦始皇没有传位给公子扶苏 而传位给公子胡汉吗 今天欧阳就来给大家好好说说这个问题吧 公元前二二一年 由王奔和李信率领的秦军 浩浩荡荡的开入了齐国首都林兹 正式接管了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 从此之后 秦朝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的时代 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 秦始皇就开始研究如何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书童文 车童轨 修长城 剑池道 北极匈奴 南征百岳 这些都是我们在史书中所看到的 秦始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就是郡县制 在统一初期 秦国的丞相王婉和多数官员都建言秦始皇 秦国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 也就是离咸阳比较近的韩、赵、魏三国实行俊宪制 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而相对比较偏远的燕、齐、楚三国 则参考西州的潜力 实行封国自治 届时将嬴政的皇子们分封到各个封国担任国王 按照这个建议 秦朝就会变成另一个周朝 鉴于周朝已经维持了数百年之久 秦始皇如果采取这个方案 那也是可行的 但是秦始皇是何人啊 怎么可能会走前人的老路 作为秦始皇嫡系的重臣李斯 给秦始皇提出了一个建议 举国一体 统一实行郡县制 理由是 周王朝就是因为实行分封制 才导致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 时间长达五百多年 李斯的建议表面上看是国家的管理体制的问题 但实际上牵涉到一个军权和项权 王权和士族门阀的利益冲突问题 所谓变法 说白了就是强化王权 说的再具体一点 就是打压贵族权力 以职业官僚取而代之 在采取分封制的时候 所有土地都是贵族家族世袭封地 在各自的封地之内 他们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即使是秦始皇嬴政 也没有办法干预 但是采取郡县制之后呢 管理国家的就变成了职业官僚 这些官位的任命权 全部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 而中央政府则被牢牢掌握在君王手里 郡县制的确是规避了分封制的缺点 但是郡县制也让秦始皇得罪了几乎所有的贵族 和以丞相王婉为首的 知识分封制的官员 此外 在秦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这个权倾上线的郡县制 也是问题百出 第一 分封制下 一个世人可以效力于天子 也可以效力于各封国的国王 但是郡县制呢 这些有才干的人 就只能想尽办法 获得中央的认可 如果没有得到认可 就只能抑郁不得志 秦始皇建立郡县制的时候 却没有提出一个匹配的人才选拔体系 这导致很多世人都得不到重用 像陈胜吴广这样的人 如果都谋道生路了 那谁还去干造反这样的事呢 第二 在秦国的许多偏远地区实行郡县制 首先就必须按照秦国的传统模式 培养和选拔大批的官员 而秦国的国土面积 在十年的时间里几乎翻了两番 一下子要凑齐这么多官吏 首先就是一个没法完成的任务 由于郡县制的决策权都在中央 当时的交通和信息传送效率 导致许多离咸阳较远的郡县 都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 第三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后 秦国的运行成本并没有降低 反而增加了 为了维持地方稳定 秦始皇不得不大兴土木修长城 修建许多大大小小的军事设施 维持国家的稳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史记》当中曾经记载 在统一之后 始皇帝下令以咸阳为中心 修出四通八达的高等级高速公路迟到 刚刚建立的秦朝 为了维护国家稳定 开始大修大建 势必让百姓觉得 过得还没有以前潇洒了 难免怨声载道 第四 因为嬴政对管理层缺乏信任 而郡县制下 天下各地的事务 又都需要提交到中央政府来决策 于是最终就只能由皇帝本人 治世亲力亲为 司马迁的《史记》就有相关的记载 始皇帝 功操文末 骤断玉 叶礼书 最后 秦始皇在五十岁的时候就累死了 郡县制让中央管理的地方事务过多 秦始皇没有一个匹配的中央行政系统 直接开始上马郡县制 不累死才怪呢 第五 郡县制还带来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官员的考核和监督系统 中央政府如果保证郡县的职业官吏 既不偷懒又不贪污 秦始皇下达的指令 在郡县制层层传播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缺金短两的问题 很多中央的指令 本来就是一年有期徒刑 到了地方 那里就变成满门抄斩了 始皇帝在一统天下的同时 在国家体制上 却做出了超越现实的选择 单一的郡县制 看似让天下完全归于皇权 然而这种体制严重缺乏弹性 无法适应各地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况 而对它的维持 又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 这种消耗大 效果差的体制 让大秦帝国在无比辉煌的光环之下 早早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而这个问题 其实和皇帝本人的私德 心智 勤勉 都没有太多的关系 如果非找出一些联系 那应该就是君王对于权力的欲望大小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体制下 这是唯一可以让问题得到缓解的抓手 长公子扶苏 在史书中的形象一直比较模糊 因此 我们其实很难去判断 当他处于那样一个没有制衡的位置时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因此 作为秦始皇的继承人 秦二世胡亥和秦始皇的能力就差远了 他更加不知道怎么去管理这个国家 更加不知道如何去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 秦二世而亡 真的要怪公子胡亥吗 公子扶苏 就算真的能够接班 他也未必能够接下始皇帝的这个烂摊子 或许后来建立汉朝的刘邦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在汉朝建立之后 他把秦朝的郡县制稍微改良了一下 汉朝建立之初 虽然还是延续了秦朝的郡县制 但也分封了一些诸侯国 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 所以又称为郡国制 汉朝后期出现动乱 其实也是因为汉朝的郡县制出了问题 地方和中央产生了利益冲突 郡县制经过秦汉的发展 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国 2000多年封建时代的主要政治体制 亚洲其他国家也从中国学习了该体制 如日本朝鲜 我们不得不佩服 除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之外 秦始皇的郡县制也是一个伟大的创具 这个制度在经历2000多年的完善之后 中国至今仍在延续类似这样的管理制度 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 请在留言区告诉和我们互动 分享你的观点 感谢大家收看头条历史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